今天在罗杉矶华人区看一个二手房 大家好,我是罗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看房子首先看地段和周边 这个房子刚才看到后面一座山 山上有一条路 好处是可以遮挡风 不好的地方可能会有泥土的滑坡 咱们首先要看这房子离那个山到底是有多远 如果整个社区被影响的话 那么首先影响的就是你的物业费 第二个对面的社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这里是一个移动屋的社区 也就是没有地权的那种房子 缺点是一个是人比较杂 二个是他在租金上跟你竞争 第三个看远处 这个是放大镜头拍的 有火车在过 接下来看的是这个社区的泳池 泳池后面几排房子之后就是仓库 社区周边有没有路 通向仓库是很重要的 决定了有没有大火车经常会从这里过 看房子从来都不是说这个房子多漂亮 这么简单 除了房子的地段和周边环境 其实房子内部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去挖掘 以后有机会会带大家去了解